嘿女士们先生们 欢迎来到涂鸦客口摸横飞的频道 我是鸭鸭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被鬼缠身的故事 哎呀哎呀哎呀 下班的感觉真好啊 帅哥 帅哥买我的火柴吧 就十块哦 好美啊 好吧 一盒火柴不止十块 但这么美被骗了也值得了 好吧我要了 于是我掏出了十块钱交给了少女 少女连连鞠躬点点头 拿着钱离开了 第二天 第二天晚上碰桥又是那个时候下班 走到桥头时又碰见了那个少女向我卖火柴 我又低了十块钱 两眼不怀好意的盯着少女的脸看 接着我每天都计算好下班时间 在同样的时间走到同样的位置 竟然每次都能和她再次相遇 而那个少女也没有觉得奇怪 直到有一次 今天自我感觉良好啊 看看能不能约她出街吧 快快快要迟到了 老虾头你听说了吗 有人在桥头边还能见到那卖火柴的女孩 这年头真不太平啊 听说那碗女孩身上只有十块钱 都被抢了 抢就抢吧 歹徒还把她推进了河里 真是歹徒啊 这样就死无对证了 她再次出现 可能是寻找那个有她十块钱的歹徒吧 What the fuck 我当场吓出了一身冷汗 掉头没走那条路 也不敢再见那个少女 终于到家了 帅哥 今天还没买我火柴呢 恒恒集团总经理请讲 经理啊 我是鸦鸦 我工作上遇到点问题 想请你出来吃顿饭 一起聊一聊 你看怎样呢 鸦鸦你这个废物 那么简单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我告诉你 我已经想炒你鱿鱼很久了 老板老板对不起 真的下不为力了 为了表示我的惬意 我给你介绍一位美丽的女孩吧 我们是由一盒火柴认识的 哦 竟然有这样的女孩 老板你放心 你只需要按照我的吩咐 每天跟他买一盒火柴 保证能赢得他的芳心 帅哥买我火柴吗 对不起 请原谅我别无他法 大师 我想请问如果被他缠上了 怎么才能摆脱啊 年轻人 这中可是厉鬼 只有一命换一命 除非有人能代替你 要不然怎么能轻易拜托呢 愿你早点识破这个诅咒 故事讲完了 感谢大家支持本期 独牙课口摸横飞的动画 贵旧各位手滑向来个订阅 关注点赞哦 好的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